中華民國身份證 來自土耳其的吳鳳 在2018年取得中華民國身份證 成為真正的台灣人 近期他除了回到母校當老師 還介紹土耳其與跨歐亞的文化歷史 而19日他則偷偷來台灣之後 發現有很多人都對土耳其很好奇 甚至還敲碗他帶團去土耳其旅行 對此曾經當過導遊的他 也在日前開心表示 要帶台灣人到自己家鄉旅行 便與旅行社合作推出 一個暢達11天的套裝行程 將陪伴大家走訪一次談報 消息曝光後 網友們紛紛興奮表示好心動 不過卻有網友質疑 這趟旅費要價11萬元不合理 覺得旅費漲很多 疫情前4萬多 現在11萬多 而無風看來也親自回應 4萬多的幾乎每天有Shopping行程 而且現在飛機票很貴 他妹妹之前來台灣 光飛機票花了快6萬台幣 也再度於網上引起熱議